欢迎收看第330期的ETV 我是田博生 在新闻的一开始 让我们先来看看本期的新闻重点 航厂宿舍遭到拆除 周年后仍然无法活化 新建石安大楼 为农鱼业产品层层把关 把部落搬离阿里山 原住民学城开学典礼 肯定北溪农村体验 青年参与社区营造 嘉义县六角乡的蒜头糖厂宿舍 有一部分在去年已经被台糖拆除 事过一年 糖厂全区虽然已经被嘉义县政府 列为文化景观保留区 但是由于部会之间不同的意见 迟迟无法推动土地活化的措施 影响最深的当地民众 也没有管道可以表达自己的心声 嘉义县蒜头糖厂招除已满周年 现在宿舍全区已被嘉义县文化观光局 列为文化景观保留区 但至今人无法被活化利用 台糖历属于经济县 广业或是观光休闲的一个发展的话 我们都非常乐观期成 台糖历属于经济部 是台湾重要的供应企业 近年来往往与文化部的施政方针 背道而驰 让文化资产的保留 与土地的活化利用 皆无法有所进展 可是事实上 台糖公司对于资产的态度 不是像我们一样 不是像我们以保存为主 它是以不断的生财为主 经济部并没有对台糖公司 国营事业的目标 在活化全民的资产 或者是说 有些多元的一些态度上面 经济部并没有对此 有比较明确的认知 中央对于这些部会之间的一些疑议 比如说今天已经到了文化部 和经济部之间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它有没有出来去做 横向的或政策性的宣誓 当部会之间有所争执 政府应当事实介入条件 在经济的发展 与文化的保留相互拉扯时 政府是否有顾虑到民众的心声 没有啦 他如果在做我们 他通常要这样就这样 他才会找这些 是逢人的人说 逢人的人是很爱他努力啦 他怎么听啊 他一只一只一只很憤怨 我刚刚都讲说 可能在沟通上 然后要稍微再加强一下 比如说 你那个活化资产 那有利就有弊嘛 那如果说事先 大家跟村民沟通一下 村民会去理解 部会兼彼此理念不同 会导致上游政策 无法顺利传达 下游执行争议不断 并且需要与当地居民 做充分的沟通与讨论 达成共事后再下达执行命令 才会让政策推行更加顺利 中镇一报 刘家宣 某家宣 孟凯亦 嘉一六找报导 近年来食安问题频频传出 嘉一县政府为了改善这个现象 筹划新建食安大楼 食安大楼预计在2015年底完工 到时这个大楼将会推动食品源头检验 在地食材品牌 食品安全教育等等 为食品安全层层把关 食品安全是台湾社会当前最重要的 课题之一 嘉一县作为台湾举足轻重的农业县 除稳定供应优质的农产品 给台湾各地的消费者外 更需为大众做好食品安全的把关机制 相关的食安问题频传 桑花馆张宣长希望从管理部分 再加上检验去做好一个食安的法官 这个食安大楼成立之后 除了在做检验的这个部分 积极辅导农民 做好相关凯销履历记录 让我们农予去产品 它在整个生产记录上 也降服一个过程 赞同政府建立食安大楼 因为这样的话 有一个事前统一的那个机构 民间乐见政府建立食安大楼 并针对不同的生产过程 提出具体的建议 以及对其未来能发挥的功用抱有期待 食安大楼最大的功用应该是 就针对这些有违规违法的情形 能够有一种遏止的功用 要建立一个农产品的DNA资料库 加工或包装上面 我强烈的建议能够有一个比较完善的管理 政府预导入国外检验标准 然而学者认为应就台湾现有的标准进行改良 以国外的标准作为辅助 在后端的这个把关上面 辅佐这个检验的方式来确保产品品质的一个安全性 在辅导农民的部分我们也会透过所谓日本的JGAP 把日本对农产品的这个把关检验引进到我们台湾来 因为他讲到导入的是日本的JGAP 可是台湾已经有TGAP了 应该是说借由他们的JGAP来进行我们的TGAP的改良 或者是做提升 台湾的TGAP可以在台湾做流通 但是它在出口的部分会有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借由JGAP的概念来做出口方面的改革 政府应确实执行监督机制 以及原先所设定的办法 在检验标准方面则应订定更明确的规则 以达到食安在家的愿景 中正一报 林玉谦 张义惠 嘉义县报道 国立中正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10月4号上午 在学校后山举行了开学典礼 原来这学期台湾所开设了原住民文化资产保留与发展学程 增加邹族与学生的在地连结 这次的活动透过对邹族传统编织的介绍 以及实地导览生态植物 让民众更贴近原住民文化 摆脱一般开学典礼的模式 国立中正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 在后山高师亭揭开典礼序幕 以介绍民族植物与周族编织 增加学员队在地的了解 刚好这个地方我上次来的时候 我就说我们有很多狩猎植物 跟农耕有相关的植物 如果说真的这样走一圈的话 这个地方有几十种 是跟周族有关系的一个民宿植物 今天的活动是属于周族的文化 那想说我自己也是原住民 然后多了解自己相关族群的一些 文化跟文词 一些生态的职域 做结合很好很棒 中正大学台湾所与文化部合作开设的 台湾原住民学城 增加中正学生与当地部落的连结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学程 那最主要来说 其实我们在中正大学就是在嘉义县 那其实阿里山的周族 其实他是世代就居住在嘉义县这个地方 那我们能够亲自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学程 然后了解他们的文化 然后并且能够未来有机会深入部落的话 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我们在各种祭典活动的时候 他们所穿的大概都是 现在都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看他们两个人的头饰 现代变迁造成传统编织 不再像以前一样讲究 但在传统服饰上 依然可见周族文化的痕迹 目前我们用的那个传统的工艺 工艺还是延续以前的那种做法 但是颜色跟材质 就已经完全不是以前的材质材料用 很想要穿他们的祝福 然后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 就自愿当那个老师的模特 就觉得还蛮开心的 终于实现我的小小的愿望 今天做梦也会笑我 多元文化视角 深入了解在地原住民 因为每片土地的文化 都是我们的重要资产 中正一报 林新会 吴芳瑜 中正大学报导 忽伟镇北溪社区发展协会 致力于社区营造 10月3号4号 在墾地以及北溪两个社区 举办了两天一夜 来去乡下住一晚农村体验活动 当天晚上也举办了青年论坛 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活动 改善农村青年人口外流的问题 你有看过《鸭子下班》吗 北溪社区和肯定社区 举办第三届农村小旅行 让年轻人融入在地的农村生活 乡下的父母都希望 下一次往外推 每年一会关书就给他说 我就给你自由班 你就是一辈子就要一直读书 他们一定会抱怨说 为什么我一直疼书 我都不可以我来酸甜 到时候长大之后 他绝对会离开这个地方 因为他对这个地方完全没有感情 因为社区就是说 年轻人真的都是到外面去工作 为了要求三餐 可是旅游下来就是 你的阿嬷 他们就留在这边了 虽然说我家也是就是乡下 对 然后 可是很少跟土地跟农地接触 所以这次来能够跟 像是种菜啊 或者是去赶那个稻芽 我就觉得还蛮特别的 这一件 刺屁太棒了 就是要留自己的工作 三十几位青年跟着在地老师 完整参与了将米材木 从原料开始到成为美食的过程 做出属于自己的在地美食 手掌的这个有没有 这一个力道去搓 类似是两拨千斤这样 不要很用力这样 他现在做得很好啊 真的是传统的 他做得很好 就是吗 给这种技术传统 让他们可以记住 如果以后他想要吃的时候 我在哪里有学到什么 这样他们可以自己去做 这是很久没有自己动手 自己做 然后老师你自己说我可以嫁了 像我们这样的 十几岁 二十几岁的 然后去搓那个米材木 去体验以前他们怎么去料理 他们自己的食材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活动跟经验 农村体验之外 青年与长者齐聚一堂 在社区营造的做法上进行观念的交流 青年聚落是我们很有兴趣想要去发展的 聚落是可以是一个村庄 也可以是一个社区 安居乐业 长居久安之地 那个是我认为是这个国家社会要给我们的 国家社会没有给我们 我们要自己创造 其实我们做这件事情 希望他的儿子能回来 他的孙子能回来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网路上看到了 也看到了跟阿嬷说 阿嬷 哦 我的村庄在那里 哦 做得很漂亮 我放到要回来看 我们就带动了社区的父与子 父与母之间的距离了 他们就常会带儿子回来 阿嬷他们就觉得不孤单了 在汗水与欢笑之中 青年唤起平凡农村的生命力 成为落实社区营造可贵的动力 中正仪报 刘玉俊 艾谦 云林胡伟报导 一对退休夫妇在嘉义中埔买下一块荒地 自己种下两百多棵树 花了七年时间把荒地改造成乐活庄园 庄园内的建筑都是采用废物利用的理念 盖建而成 夫妇俩想让这个荒地成为自然与人文相容的土地 传达他们俩秉持的慢活理念 一对退休夫妇在中埔买下荒地 亲手种下两百多棵树 花了七年的时间打造乐活庄园 使荒地变成一块与人有了连结的土地 老板娘也是一位画家 庄园里有许多她的作品 希望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感受自然与人文的交融 我跟我先生就是工作退休 就想说可以接触比较自然的环境 因为我的家人就是很多都爱振 所以我就想说希望在郊外有一块地可以种菜 然后生活在比较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所以就想说来中埔这边找一块地 我们刚开始来中埔买地的时候 这块地是很荒芜 大概前差不多六年 我们就都是在跟大自然相处 那后来盖了房子之后 就是我们加入了很多人文的东西 所以我这边是设定在中埔环境美学的体验空间 庄园主要采非物利用的理念盖成 里头许多的建材都有它的背景故事在 老旧的木门楼梯等都是非物利用的展现 一楼可以品尝美食与咖啡 二楼则提供住宿 放慢步调生活一直是他们想传达的理念 我们的理念就是尽量去用旧料 还有就是要有美感 那也是希望说我们盖这栋建筑物 以后可以做环境教育 很好的一个场所 这间工作室的屋顶是日本黑薰瓦 是在嘉义市文化路 他们把旧房子拆掉之后 本来是要把它用挖土机把它勾掉了 那我们就请师傅说我们付一些工资给你 你就帮我们一片一片拆下来 我们就在这边帮他护原 近年来健康生机饮食的观念逐渐兴起 老板夫妇也自己种植蔬果 研发私房健康料理 多采用当季食蔬 相当重视健康与美食的兼顾 蔬果大部分都是生态平衡的考量 那小部分就是说我们大概可以自己吃的 比如说柠檬 赤葱 乡村 大概这些比较容易种的 看当季有哪些水果 然后就是去搭配 之前我做柠檬油和蛋糕 那个我就是用油肌柠檬这样 鲜少人知的中浦世外桃源 很适合现代生活步调快速的人们 来到此地享受一趟 自然与人文交合的慢行生活 中正一报 陈炫豪 汪雨婷 嘉义中浦报导 中正大学的校庆运动会 将在10月31号盛大展开 其中创意啦啦队表演 更是每年都会引起热烈讨论的环节 在光鲜亮丽的啦啦队表演背后 有些学生曾在像是凤凰大道这样的石头路上进行练习 究竟学生的安全应该由谁来负责 学校又可以提供哪方面的帮助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国立中正大学每年都会在校庆当天举办啦啦队比赛 为了争取荣誉 近期学生们都会在学校各处加紧练习 但有部分学生却选择灯光校晚关闭 地面坚毅的凤凰大道作为练习场地 就是校拉的 好像他们都会互相帮忙 就是在这个地方统一练习 就是可以互相上技巧 可以互相教学之类的 这样比较方便 像田径场 虽然地有一点软 但是灯基本上就是很快就暗掉了 然后这边就是灯虽然开很晚 但是地板就是柏油路 又是石头路很硬 然后跌下来的时候我会蛮紧张的 如果是像是舞蹈教室 或是祭吉士的话 我会希望可以进去 中正大学体育中心 今年特别加开十个室内场地 供学生练习 校方也无奈的表示 体育中心的业务费每年都在删减 如果有经费 也非常想补助学生相关的安全装备 那这个我们曾经想过 就是怎么样可以和止 这种这么危险的训练的动作呢 是不是可以比赛中扣分 利用一些罚者 但是后来我有时候觉得 学生其实也应该要学习着去分辨 什么时候做出什么该有的安全有效的一个选择 校方去年将活动的主题由竞技拉拉队比赛 改为创意拉拉队比赛 希望减少学生受伤的事件 但即使是最基本的拉拉队动作 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到底学生在练习拉拉队时 需要哪些保护才能避免受伤呢 因为其实大家都是白头起家 就是没有什么运动底子 那如果就是直接这样操作的话 在安全上会比较危险一点 而且几乎都是在那种 不用路上面操作 如果是有请教练下去教的话 我们就会一样去宣导他们 好好保护这个措施 那就会再请他们在旁边多占一些人 那他掉下来的时候 每个人都可以把他接住 每年的拉拉队比赛 都是校庆的一大亮点 不但可以凝聚细上感情 更可以让校友们 有共同的记忆可以回味 但学生练习时应该更加谨慎 将自己的人生安全放在第一考量 学校也应该持续改善相关安全措施 让学生能够没有顾虑的 去挥洒青春的汗水 中正一报 池瑞森 张荣轩 中正大学报导 文想舞团10月11号 在嘉义县的表演因素中心 演出《山回足迹》 这个表演系嘉义台三线 为发想创作主轴 尝试激发新生代舞者 对客家文化时间性的理解以及诠释 也让观众能够更了解 属于嘉义的在地故事 文想舞团 此次与嘉义县中浦乡客家文化馆合作 将客家意象与元素融入舞蹈中 用舞者的肢体诠释客家文学之美 嘉义县客家人虽然是很多 七千多人 可是它是中浦乡一个 也是算它的一个特色 因为进入中浦乡 文化馆就在旁边 所以我就想说 好 那我们就以客家的元素来做创作 那所以我可是我这一次我又不想说 以客家这么明显的主题去做 所以我用创回阿里山的那个台三线 下去先做刚开始的一个无序的开始 为了让观众从既有的印象中 重新认识客家文化 文想舞团从编舞 曲目选择到舞台道具 都丝毫不马虎 因为我编两首 然后因为两首都是现代舞 然后就想说我想要把它做 一点点小小的区隔 我在这首舞上面就有用道具 然后用了几八亿 就是白色的椅子 然后去代替就是车站的部分 跟车厢的部分 然后它是在描述很喜欢旅行 因为那可能当初的生活 并不是那种富裕 所以是只能到一个车站里面 然后去看旅客这样来来玩玩 把自己那种旅行的心情 然后好像感觉是寄托在那些旅客的身上 文想舞团长年耕耘嘉义 希望透过舞蹈 结合嘉义县十八乡镇的自然风景 与百年古蹟 喚醒居民对土地的关怀 中正一报 黄晓媛 张玉琪 嘉义民雄报道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ETV 我是主播田博生 在新闻的最后 让我们来一起看看 中正大学的校园美景 给我们来看 未经许可 Portland 感谢观看